民眾到南投埔里的福星溫泉區去玩 就他女兒在玩這個滑軌設施的時候 卻被掉落的鋼絲給勾到腳 甚至他的脖子還有手部 都有被鋼絲割傷痕跡 也讓家長欺詐了 家長拍下畫面 發現公園兒童遊具滑軌設施 竟有鋼絲斷裂垂下 控訴七歲女兒玩耍過程中 脖子跟手部都有被鋼絲割傷痕跡 由於事發當天颱風停止上班上課 當下找不到人處理 也讓家長起詐了 事發地點就在南投埔里福星溫泉區內 而女童玩耍受傷的兒童遊具 已經被拉起封鎖線 議員貨報後隨即找來縣府 相關單位會刊 也派工程人員入內拆除掉落鋼絲 有跳脫的情況 那目前我們改進的做法是 我們會先把這個復歸 省先做一個採除 那以手動的方式去遊玩 縣府人員表示 郵聚周邊有設立告示牌 清楚告知使用規則 但郵聚導致女童受傷 目前也將滑軌設施 從自動復歸 改為手動移動 釣諾剛司拆除後 工程人員也親自從事滑軌 確認沒有安全疑慮 隨即拆下封鎖線 重新開放使用 這位攝羽南投報導